中国发现70年前南海地图。 证明350万平方海域属我国。 西方不愿意了。 最近,对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和唐丹陵的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海洋摇杆的广东省提出南中国的国家边界的重点实验室主任EA、海和南海海的渔行海域的南海。 在这项研究中,唐丹陵团队发现了一个历史地图出版于1951。 地图是从第三到第四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地图纳入国家行政区地图南海地图,这是由广华在1951年4月与土地所编的,有三千万分之一个刻度。 同时,地图绘制的南中国海域线的边界线和行政区线的方式,这不仅显示了边界和南海边界线的完整性,同时也明确了永行海海域边境线和二对中南行政区管辖,并对美国的内陆海领土主权海域属于中国型。 U型的边界线的地图是由南中国海的岛屿位置图,这是印在1947正式选布在1948,和边界范围一直用到今天。 认为连续的线、断续线两方法的边界线在南海的描写,这符合不同历史时期的海上边界的写照。 然后 研究表明,南中国海的U型的海上边界线代表了南海国家的边界,它强调两个字海江,这是很容易解决,表达和记录的国际和国内。 同时,它避免了数段的称谓,从而较好的反映了南中国海的U型的海上边界线和避免潜在问题的完整性。 该研究开辟了一个U型的大海和海岸线的综合研究,在南海,一个南海问题的战略选择提供参考。 在1951和在南中国海的岛屿地图,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通报上。 该研究得到了广东国际战略研究所和教育部战略基地的支持,该项目是2017年度的主要研究项目,是20年度沙漠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创新中心的主要海洋环境科学项目。 21世纪和广东省海洋摇杆重点实验室。 他们在研究在南海的U型海岸线的自然属性的引领和开创了南海U线的综合研究。 研究报告最初包含在《科学公报》中。 中国科学院的文章引起了亚太国家的关注。 1951图,在5条中国研究人员描述,标志驻南海350万平方公里的坐标,显示更清晰的水域和岛屿的位置,中国的主张,比过去。 中国现在使用的U线九段显示它声称拥有主权的水域,和线之间的水域将有不同的理解,和断续线是若在70年前的地图比尼连续线。 Ulong Graham,在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澳大利亚国际安全主任说,中国迄今没有改变其政策,根据地图。 新发现的南中国海地图,将近70年前,可能有助于中国主权的声音,专家说,但它会招致批评其他国家不符合国际法。 Graham说,国际法院很可能拒绝承认该地图作为法律依据。 K.S.Facebook.Facebook.Messenger.ZoonWords.App.WeChat.Line.S.N.S.